市新冠肺炎 臨床救治專家組織 市區相關部門預計行動 全面開展 就在接近兩個星期左右的時候 上海因為在機場場狀況出現一個病理 關於那裡病理的處理 事實上 大家都看到 在今天已經非常完美的結束 就是第一波 所謂的也就在機場相關的兩個人 大家發現是後來在整個的追蹤到今天 各預期馬上就要結束了 大家並沒有發現新的病 那也就意味著 我們第一波對於一個 新發熱這樣的病例的 很快速的處置 新冠肺炎防控是非常有效的 按照所有的軌跡 和目前的這些流道的結果 沒有看到交叉的一個點 那也就意味著 就是這兩個病例的出現 都是在從這邊機場相關的工作人員有關 當然也是跟物流有關 也就是說 從這一波的疫情來看 我不能說是兩波 應該精確地定義為兩個散發的病例 關於散發病例的發生 在上一次的疫情的發布會 以及過去的上一次的調查的結果 大概已經非常清楚 隨著東京經濟的到來 全球疫情的蔓延 像這些輸入性的 病例的一個風險 會增加 同時 這一個疫情的出現 也再次印證了 在今年的東京經濟以來 這個風險是存在的 特別是物流相關 人員相關 skeptical 全國合體都可以令到這個風險 全部都可以令到這個風險 這一個噢 politically